油膩 中年男摆球油膩 好像很多人都在追求这样的事情 来做球迷嘛 一起来看球 告别油膩 G龙球场总是激动人心 这是葡萄牙最大的球场之一 好的 双方的较量开水了 法国对阵丹麦 出界 边线球 莫伊比亚尔 他抬脚失胜 一脚高质量的射门 敲战阵 拉比奥特 阿尔南德斯 吉利安姆巴佩打球 他遭到了侵犯啊 本杰明炮啊 他选择打包 完成的漂亮 这球太酷了 打的位置非常专业 本以为会打在门珠的外侧 不过球带着强烈的旋转打在了内侧 一个非常精彩的进球 下转转率 高质烈的旋转 跑 一 p 比赛的第一个进球终于出现了 这个进球有助于缓解压力 让我们共同期待比赛变得更加精彩 他会选择哪个落点呢 向外找到侧翼 就传进去 抢得头球 他绝不会乐非机会的 传得太好了 头球就很简单了 这球顶得很充分 能够将球顶到想要的位置 要论空中能力 他可是当仁不让 他会选择哪个落点呢 丹麦打入扳平一球 双方占平 优势转瞬即逝啊 这种情况我们看到多少次了 一切努力都白费了 本子马拿球 漂亮的直肥球 少项球本 实验很开阔 将球转移到另一侧 球马上要被抢回来 过一遍 实验很开阔 将球转移到另一侧 楼进球吧 徐杖大量 刚才是上半场最后的剧情了 假如你是刚刚打开电视 看到目前的比分 可能会以为这是一场沉闷的平局比赛 不过事实刚好相反 刚刚结束的上半场比赛 非常的精彩 目前双方是各有一球入罩 即将开始的下半场比赛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这场比赛确实很有意思 进入中场休息 比分暂时为1比1 好的 现在比赛继续 刻眼 这得自慢 马泰奥 刚肚奇 本杰明 派瓦 展示了华丽的技巧 起球 干净的解围 看谁能得到皮球 把握传球的驰骑 有机会传进去 这是个明显的犯规 愿意球 要吃牌了 过一边 得解围 过一边 得解围 马泰奥 刚肚奇 马泰奥 刚肚奇 德雷兹曼 纳比奥特 本子马 取得到包 这球可不是一般人能哭的 实话实说 面对这种级别的门将 圣门必须要更刁烦一些才行 实验室开阔 将球转移到另一侧 实验室开阔 将球转移到另一侧 实验室执塞 这球踢的是又高又远啊 后眼 把球抢了回来 现在势均力敌 控球律师 关 犯规了 给了个另一球 可能会有麻烦 不过到目前为止 裁判还没掏过牌 传球 球被破坏洞禄危险区 现在无人持球 马泰奥 刚度奇 阿德里安 拉比奥 马泰奥 刚度奇 吉利安 姆巴佩拿球 姆巴佩 我觉得他这脚打能控制的还不可以 但是这么远的射门很难制造出真正的威胁 这种距离会留给门将足够的反应时间 时间已经快没了啊 但是他们却显得一点也不紧张 寻找中路的队友 球被门将控制住 就这样 比赛结束 这场球员曼踢得都很拼 比赛激情四射 精彩画面不断 由于观众来说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只是最后没能分出胜负 如果回顾比赛的过程 你要知道啊